说到逆生长,很多人会想到明星林志颖以及林志玲,这两个人都是39岁了,那其实呢,还有一个人叫林志炫,人家今年啊,47了,你看,林志颖,林志玲,林志炫,名字里都有林志这两个字,是不是只要带这两个字,就有青春永住的法宝呢?咱们赶紧去请教一下。 他说,名字前两个是林志的,都会比较逆生长。 呃,我当然不能。 林志颖啊,林志玲啊,是是是。 你有听到吗? 有有有,我当然不跟另外两位年轻貌美的,的,呃,志颖跟志玲比啊,我没有他们那么年轻貌美。 如果不说大家能看出歌手林志炫已经距离50岁不远了吗? 没错,出生于1966年的他,今年已经47岁,可岁月似乎对他格外眷恋,出到20多年,林志炫的容貌和身材几乎没有改变,这让人不免联想到名字里同样还有林志二字的林志颖和林志玲,两个奔私的人, 却拥有20出头的容貌,难道林志家族都有长生不老的基因? 我只不过,呃,而且我年纪又虚长了,他们好多岁,47岁,怎么可以跟他们比呢?他们青春无敌啊。 虽然谦虚地称自己没法和逆生长的林志玲,林志颖相提并论,可和同龄人相比,林志炫绝对算得上助言有数,与他同岁的歌手有刘欢,导演有高群叔,演员有王志文,而林志炫的娃娃脸和小身板都让他看起来年轻很多,当然除了底子好,好的生活习惯也帮了林志炫大忙。 觉得你好像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变化,做到的? 充足的水分,充足的睡眠,然后相对让自己懒一点,不要让自己的工作排那么多,侥幸顺便,有了看似不是,就是老得比较慢一点。